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开心 笑得最大声的是谁 网友眼尖发现当时郑文燦被收押的求车司机 开着这个警戒车的求车司机大哥笑得很开心 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所有的同业都往这辆车拍 大家想要拍到郑文燦的表情 可是窗帘全部拉下来 于是摄影大哥捕捉到这一幕 我们放大来看郑文燦收押 瞧这个司机大哥笑这么开心 到底怎么回事呢 观众朋友今天早上徐晓星买了一大袋的黑糖馒头 伊姬白亚底 为什么 因为今天早上郑文燦他的早餐就是吃这两样 那黄杰就说你这个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要暗奉所有的国民党党团 都是要坐牢的人呢 看起来今天绿委 民进党党团所有的立法委员都非常低调 而且脸上没有笑容 在立法院每一位记者对着委员说 委员能不能够讲一下 这个郑文燦被收押的事情 大家低气压 气氛低迷 都不愿意受访 而且都很低调的走进会议室 连英系的立委 更是低调 都不愿意多说 只说谢谢大家的关心 现在看起来 肃杀的气氛 非常的浓厚 可是呢 我们看到媒体据悉民意在报道什么呢 郑文燦毕竟他不是一般人 他不是一般被积压的人 过去还很多人点名 他有可能会登上总统的大位 如今变成阶下囚 他受到的待遇 跟一般人一样吗 大家就好奇了 不过我们先来看看郑文燦 他住的这个 这个居留的房间 是四人房 他跟两名榨漆犯 还有一名毒品犯 当室友 于是就很多人联想到了 包括韩国瑜在选总统的时候 都说过这句话 说民进党是最大的卖台 诈骗集团 结果如今 他就跟榨漆犯关在一起 还有现在炎炎夏日七月 好热 晚上都得吹冷气 我不吹冷气 我睡不着 那郑文燦 他的顿位也大 他没有冷气吹 还能睡得着吗 就有人说 在两个状况下才有的吹 包括主管办公室会安装冷气 那另外 受洗人他下工厂 那样子的情况 才能吹冷气 所以可以想见 昨天郑文燦 过了高温的一夜 很热 可能辗转难眠 那另外呢 他在狱中的这些吃穿啊 吃喝拉撒啊 像是衣服啊 这些 也有很多人关心 因为狱所的合作社 每天 每个受刑人 或者被拘留的这些人 他的限额就是只能两千块 所以郑文燦的朋友 赶快去买日用品 包括买了什么呢 大家来看一看 采买最优先药的 像是贴身衣物 包括两件价格199元 两杆短袖内衣 因为天气热 两件价格130元的 西汉海汉品口库 那郑文燦也有带 三天份的慢性疾病的药品 因为他本身 有一些慢性疾病 很多人看了这一幕 觉得很感慨 过去 这个锦衣玉食的 这个郑文燦 如今要接受这种待遇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现在 强倒众人推 有一些是上书大人 曾基林 过去像是自由时报 或是三立这些友台的媒体们 我们的同业们 像是过去可能都会说 这个是司法迫害 政治迫害 什么的 结果今天我们看到风向已经变了 包括您看到自由时报 今天出了这一篇报道说 郑文燦 长桃原市多位主管贪毒判刑 就是系组过去 他的底下的这些员工们 这些主管们 这些政务官们 如何的涉贪 还有另外三立 居然在称赞 但郑文燦的检察官 你看这个标题 这是三立的新闻 重启调查郑文燦 关键人是他 霹雳女检 于秀端 所以呢 大家也在感受风向在变 可能这些 过去大家认为 比较偏向执政党的这些媒体 现在也开始 做一些公正的 或者是比较中立的报道了 而另外我们看到亮哥 他就说了 郑文燦任内 八年在桃园 这个开发案 超过六千亿 所以现在桃园 是议员 人人自为 上一个阶段 亮哥就坐在 董哥的座位上 他也讲了说 现在可能 如果要办下去的话 因为郑文燦的风格是 蓝绿都有份 都给 都给 那会不会 到时候议会 三分之一的议员会不见 那这个是亮哥的说法 不过刚刚也是 上一段节目的 这个来宾 詹江春 也举了非常多例子 詹江春村长 他在过去也揭发很多弊案 拿了很多证据 去按零控告 去检调那边报案 可是最后都签结 要不然就是不查 所以会办吗 来 问一下董哥 其实你可以看 郑文燦的那个关系非常好 现在大家最大的疑问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证据 是七年前的证据 那时候检察官手上有这些证据 法官不准检察官搜索 然后不准办这个案子签结 所以很多都可以看到了 郑文燦在整个桃园地方法院 着力甚深 今天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 因为郑文燦的情况 其实大家平常都听了这么久了 怎么在赖清德上台一个多月以后 然后才开始大办 所以当然里面的政治传言 他就会非常多 大家也知道郑文燦 原来是蔡英文非常忠义的接班人 他的大哥绰号是这样来的 2018年国民党那时候声势 非常强 久而一选举 国民党最强的人叫韩国瑜 捡起千堆血 整个所有地方的先市所长 都受他影响 那这个领头羊 一带头的话 国民党拿下15个先市 那民进党 民进党当然他败得非常惨 他台北市还被五党籍的柯文哲 那时候五党籍拿走 所以可以看到 他保下了就是只剩下郑文燦 他台中的林家龙都输给卢秀燕 所以郑文燦就变成 民进党里面最强的 那蔡英文有人挑战他 叫他不要再选了 你已经很差了 这个人就是才卸任行政院长 的赖清德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时候的集市都那么凶险 那蔡英文就辞掉了党主席 郑文燦指定 党主席应该给卓隆泰 因为卓隆泰是我们 中生代的大师兄 大家记得这几句话就知道了 郑文燦的分量有多大 所以整个党就同意了 然后下去选 那打败了游英龙教授 大家记得 那他在跟蔡英文讲 行政院长应该给苏贞昌 来回归 蔡英文也同意了 所以这个就是太子 就是大阿哥 他指定谁就是谁 党由他指定 行政院长由他指定 那时候的分量就这样而来 因为其他人都不知倒地了 我们可以看到 那时候能够挽救这个大厦 江颓的集市就是郑文燦 那蔡英文对他非常忠意 他的说话胖周怡就这样来的 周怡的智慧才干跟诸葛亮 很接近 大家可以看到了 所以对他是赞美有加 2018让我们发现了 其实最主要的在哪一场战役 2018民进党大败 2019他们自己总统党内出选 赖清德来挑战 那这时候挑战 当然赖清德有恃无恐 我民调比蔡英文高两倍 我还有最大派系新潮流 那蔡英文就下去硬座 把这个选举一直延后 把新潮流的人都撤缓了 等到赖清德真的要想发现 整个新潮流 所有人都挺蔡英文 对不对 陈局 对 中部的蔡其昌 那北部小段 这些人不用讲 而且最有势力的郑文燦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 那中部当然在新潮流 运作最强的就是丽景祥 所以这些看看大家运作起来的话 那当然就输得很惨 大家可以看那一场战役 那现在赖清德上任了以后 当年哪些人是背叛我的 心里有数 他其实心里有数 所以郑文燦的案子为什么七年不办 因为有人压下来了 那时候蔡英文在执政 有人压下来了 我们看郑文燦这三次在法院 被发来发去 第一次的法院 邓姓尼法官就跟检察官讲 你要受邀他 你现在的政绩都是七年前的 上面的录音带的艺文的照片 都是很真实 但是郑文燦没有洗钱 所以我必须五百万放了他 他也证实有 你有收钱 那第二省的那个法官更可笑 他说郑文燦离开桃园市政府这么久 一年半 没有政治影响力了 那是最荒唐的 第三个法官 直接打脸第二个法官 怎么会没有政治影响力 他上面就在讲他的政治影响力 怎么会 他桃园市长卸了以后 去干行政院副院长 他怎么会没有政治影响力 所以就直接压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风回路转 可以看到很多人讲 郑文燦不容易压 为什么 因为新潮流有人在救他 你看那几个 陪他去的那些律师 就是邱泰山的律师 段宜康的律师 大家可以看到 新潮流其实很 觉得很惋惜 还是在前面抢救他 可是等他真的被收押 进家以后 每个人进入寒蝉 最多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 像陈吉 勿众勿王 其他人躲得奄奄的 他一定很感慨 对不对 因为意气风发的当时 大家都来抑补他 你知道郑文燦 郑妈妈过世的时候 那个牵刀布写不完 后来弄一片墙给大家牵 亿万多人 一个布子 几十本布子牵不完 弄一堵墙让大家来牵 那个场面大家就知道 重心迎急 可以看到了 当他漏烂的时候 我觉得他心里一定 感到非常的 更不用讲忠实 不要讲山立跟自由 对不对 郑文燦第一次下台是为了自由时报 最后时报那时候要买台式 日本人要释出股权 富士电视台要释出台式的股权 然后郑文燦请他们吃饭 然后找自由的 的负责人在现场 然后跟对方介绍 就是 就有点这个构成被爆出来了 那时候我们在电视台 做评论做非常久 苏贞昌压力很大 耗辫子就叫他下台 然后把他送去哪里 送去海基会当副秘书长 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那些谈话性节目 我有参议 我们也有骂到这件事 没想到那时候这么挺 然后现在 我不能讲肉井下石 因为新闻要公正 那这个是应该的 是啦 事态炎良 来 请教永明老师 各位你觉得这个 文燦这个案子 只是一个案子吗 七年前的案子 警察官两次牵截 有没有人包庇 吃案 压案 各位 这根本就是一个 冰山上面的一角 而这个冰山 不只是郑文燦 台湾现在 这几年来就缺地 缺盖厂的地 缺这些所有豪宅的地 我们的钱不断的回来 然后大家基本上 不是在真的盖工厂 其实是在盖豪宅 然后呢 政治人物就不断地 在释放说 土地的重化开发 那在桃园 至少六千亿 这关正亮讲的 我觉得他讲得客气的 郑文燦过去这一段时间 我所认识的朋友 企业界的 问你们怎么会跟 郑文燦那么熟 一个做官的 会跟企业家 晚上十点十二点 还在这边去货 你有没有看到他去学校 去安养院 去垃圾队 通通没有 当然就很清楚 当他的论文出问题的时候 完全超被台大撤销学位 还有一大堆台湾人不了解 这个人就是一个贪腐的代表 而他只是服在水面上 我要请问吴钊燦 你现在是秘书长 你当初出函给公文 给行政院 是不是 你有什么样的这个角色 然后整个 他现在这个案子本身 有一个洋总经理 之前也是被 就是说 就是没有收押 驳违 为什么 因为法官开会的时候 不通知检察官 所以检察官没有办法去 这个表示意见 因此法官认为 他不需要收押 我们的司法体系 从检察官到法官的体系 烂到什么程度 大法官现在完全 是不是要站在民进党的立场 来去看这个国会改革 台湾已经贪腐烂到这种程度 郑文灿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先对这个 就是贪腐的问题 要非常的重视 民进党绝对不只是 郑文灿这个案子 而且也绝对不只是在桃园 甚至我不要说 不只是民进党 所有选举的人 你的选举的经费的报 跟使用 太多太多 我们都不要讲 太多的钱进入到政治里面 因为政治在台湾 掌控了一切权力的分配 所有的人都认为 钱进去我可以买到方便 我将来可以买到利益 政治人物作为我的代言人 这个体制 如果不崩解不变的话 只是持续 将来更多的郑文灿 会不断的出现 賴老师 我觉得前子刚刚讲得很好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平常都吃香喝辣的 过了很好的 很优渥的生活 现在总算要在看守所 度过他的第一个晚上 第二个晚上 跟后面还有不知道 多少个晚上 甚至如果被判刑确定了以后 入肩服刑 还要度过更长的一个岁月 再出来的时候 说不定也已经 进入老年的一个阶段了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为什么要涉及贪腐 为什么要贪腐 可是问题就在于 我们台湾的更多的民众在问 就是说即使有金钱的诱惑 那检察官已经掌握到证据了 而且认为有篡政 有可能逃亡 有篡贡等等 那证据已经十分的明确了 那为什么第一省的法官 还要给他交保 然后还好我们这位检察官 还坚持的一定要抗告 抗告以后第二省的法官 为什么又给他交保 而一省二省 就是一次两次的法官 他的理由都让整个社会的舆论炸锅了 然后总算有这么一位法官 第三次的法官 他就决定 因为有新的证据出来了 包括童年记录等等 他决定说那就要收押金钱了 所以基本上来讲 大家都会确认说他的证据 是已经是相当的有力量了 然后他的逃亡 还有他的篡贡等等 那么掩盖他的罪行 那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所以他已经基本上来讲 已经被收押金钱 这不是小事情 那么这么大的一件事 为什么民进党执政的这八年 也就是在蔡英文主政的这八年内 为什么多次的让郑文燦 可以多次的逃脱 这个司法的侦办 怎么一回事 那为什么赖清德上来了以后 这个案子就可以办下去了 那为什么蔡英文主政的这八年 这个案子办不下去 而蔡英文每天在讲司法改革 天天讲司法改革 不知道搞了多少广告 说要搞陪行团制度 说要让司法还给人民一个公道 结果不停的在搞司法改革 结果改革到最后 却在他任内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官员 而且是蔡英文任命的行政院的副院长 这么样的一个官员 然后涉及严重的贪图案 然后在他的八年的桃园市市长任内 不断的在跟土地有关 那这些土地是不是应该要追查 除了郑文燦本人追查 他的所有的桃园市府的官员 是不是也应该要追查 还有桃园市的这些政治人物 这些市议员们等 是不是都应该要追查 我觉得检察官应该要扩大办理 而且要误往误中 而且我觉得应该要办 要大办 因为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官 这么在民进党有这么大影响力的 而且还号称蓝绿通吃的 有影响力的 这么强大的一个政治人物 检察官给我们台湾人民一个公道 给桃园市民一个公道 把那些涉及贪官污吏的所有的政客 全部都抓起来 我觉得一个都不能让他们逃 一个都不能让他们放过去 这点是一定要做到 而且要做到底 不过我觉得蔡英文 如果有包庇的嫌疑 蔡英文是不是应该要 对人民有一个交代 你的任内这八年 为什么没有办多少案子 现在大家变成寄望赖清德 变成寄望赖清德说 你看郑文燦都可以办了 民进党的哪一个官员可以不办 我觉得应该要继续办下去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你赖清德如果要掌握你的权利 要让人民对你信任 你就大办特办 一直办下去 把所有民进党的这些贪官污吏 全部都抓起来 没有错 我们希望这个 就像是游云龙老师讲的 蔡英文总统任内的 这个happy hour已经结束了 如果可以办到底的话 我们当然支持你 可是如果只是在整肃一己的话 那恐怕也不是全民之福 那就是选择性的政治办案